各位订阅姐妹们好 主祝福你们 欢迎后面来的从大陆来的传道人 祝福你们 随时可以跟你们交通 好 感谢天父 多谢天父 神的恩怜很大 从心里完全要恕人 这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先说到其中一首诗歌 说到求你拦阻牧人不要犯罪 叫我离开这些罪免犯大错 求主赐给我们这个心 因为姚树是颇难的 稍后我会说到姚树有程度 没有反应 因为姚树有些人只能跟他招呼 这个是一个程度 有些人连招呼都不行 即是有不同程度的姚树 首先我们想想 为什么会有人不姚树 有什么原因和表现 我们也了解一下 有什么原因难阻人遥恕人 因为有时候 那些人被我们很大伤害 我曾经有一个基督徒 他说我永远不会遥恕我丈夫 他的丈夫已经和他分开 我永远不会遥恕他 因为他有很多问题 很多年都伤害我 其实我认识两个人信耶稣 他们都是这样的说法 我跟他说 你不遥恕你的丈夫 天父都不遥恕你 是很严重的 有一个表面上说愿意 但始终没有愿意 其实他身上有邪灵 我跟他说邪灵 硬是邪灵不走完 因为他不愿遥恕 而另一个也是当时很口硬 就是说我永远都不会遥恕他 所以我跟他说 你可以 神遥恕你很严重的落地獄 是他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拿屎上身呢 他的不好 你为什么要拿屎上身呢 我就鼓励他去处理生命 我后来又再发信息给他 我希望他真的接受 因为如果不是 后果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虽然他伤害我们很深 但是如果我们不遥恕他 我们自己真的受最伤最伤的伤害 因为他那些说话的伤害 我们不放在心上也不是那么紧要 但是如果 即是说以后在地狱的伤害更厉害更厉害 所以是不值得的 第二个原因 就是一生人 很多伤害 就是夹聚在一起 在心中的潜意识 潜意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以往发生的事藏在心里面 就会有这些伤害在里面 其实人人都有潜意识的问题 就是会很容易 很敏感 别人说些什么 很容易反弹 别人指责自己的罪 很大反应 这些都是潜意识 很容易受伤害 很容易受伤害 这些都是潜意识的问题 潜伏了很多问题 而第三个原因 对不起 第三个原因 就是本身都有情绪问题 情绪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由伤害而来 其实大家不用抄的 你抄 我已经给你们教会了 那你回来慢慢 你想抄都可以的 不过你可能会听漏一点 因为我有很多点 每一张视频都有不同的点 好了 你抄是非常好的 有心是好的 好了 我们人都有情绪 其实情绪也是由以往的伤害 没有处理带来的 如果大家发觉 我很容易发脾气 很容易烦恼 很容易低沉 很容易哭 就是说那些情绪都没有处理好 第四就是很难接受 伤害我们的人这么差 有什么理由 有什么搞错 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就相信一件事 人就是罪人 世人都犯了罪 人心被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随能 识透 人人都是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接受人的罪性 就没有那么背上身 有时就会背上身 就会在心里面永远有一种伤害 有些人他会很难想起以往发生的事 他说他会想起很痛苦 就是他不能化解 其实人的问题 无论他如何伤害我们 我们不放在心上 都不会一直伤害我们 当时一定会有伤害 但是我们化解 即是说是他的问题 神在我身上有奇妙计划 我爱神 神就为我预备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神有很多恩典给我 我不用因为祂而继续受伤害 我可以平安喜乐 开心快活 其实我也受过很多伤害 不过我就决意 我说人的问题 我怎么背上身呢 这个背上身也造成我们很难遗恕人 第五就是我们可能损失一些东西 譬如有时那个人拿了我的钱 以往的婚姻破裂 不同的问题 那这些 但如果我们越受伤 就越拿得更多 而神会给我们 先求神的国 跟祂的意的事也会给我们 第五 觉得不公平 被欺压 有些人这样说 我遥恕他他不是很划 有没有搞错 他不是很划 但我不遥恕他我还不划 我还有多些的损失 所以我们想 总之不划的那些感觉 是不值得想的 其实越生气他越不划 好了 那不遥恕有什么表现呢 有什么表现呢 第一就是 很想告诉别人对方有什么错 有时有几个女人走过来说 我老公真是坏 真是坏到不得了 真是很难受 总是想说 其实这样整天想说 即是她的心未遥恕 心里面还一直在生气 你说她真是坏 那她坏 那当然不要说 圣经说到是什么呢 马太十八章 她有得罪你 你就跟她说 她如果真的不处理 你就找一两个人去说 再不行的 就找整个教会跟她说 如果丈夫对我们不好 你不行的 找全都人跟她聊 有些真的要接受 有些是接受她难于改变 但是她刻意不改变的话 而她又信耶稣 那可能你需要辅导 辅导是有帮助的 其实我网上也有很多婚姻的辅导 你找婚姻辅导叶牧师 和婚姻 其实我有播放清单 在网上叶牧师 你会看到有婚姻和婚姻辅导 都会帮助大家 如果有些很难搞的 那些 我都愿意去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你们主要是 找杜传道 但有些真的难搞到不得了 杜传道说 不如找叶牧师 我也是愿意去帮助 这个就是 你的心都想告诉别人 第二 整天想起她的问题 整天想起 日夜夜想 睡觉又想 那就是不要输了 但你经常想 她不好 其实想又没什么用 对吧 那就影响睡觉 影响整个人的情绪 健康 更加辛苦 所以呢 她的问题 我们 什么问题都是 想了怎么处理 就放手了 你说我处理了都没办 我处理了都没办 都只能够 逐步慢慢处理 其实有些问题 是一世都不会处理好的 因为 为什么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 发觉这件事 你的家人 如果有伤害你 你发觉他是 很难改过 几十年都一样 他有没有改过 你和他结婚这么久 有没有改过 是没有改过 唯有神才改变到人 而 有些不信耶稣 有些信耶稣也好 是不是被神完全改变 都是有程度的 我们需要追求更高程度 因为越不处理好 越大问题 好了 第三个表现 无疑数就是 想到对方的问题 就生气了 就伤害了 很痛苦了 如果你继续去想 即是说不行了 然后第四 喜欢听到别人 批评咒骂他 他被人罵他 哎呀 心涼了 他闪到焦皮 哎呀 心涼了 他有病 就抵抗他了 这些是未遥数的 第五 圣经有说一句话 你不要幸灾乐祸 恐怕神将他的灾祸降在你身上 所以千万不要去做这件事 第五 喜欢听到对方有不幸的事发生 这些其实他的心 变了有一种恶毒在里面 第六 不想见到他 最好他消失 其实在马路走 同一边 快点过马路 避了见他 如果这样的情况 即是未遥数的 第七 听到对方得福 或者被人称赞 就很奋恨 他有很多坏东西 你们赞他不对 他不应该赞他 他很坏 其实 有些人会这样说 我老公 我也听过好几个太太的音乐 他对人很好 人人都赞他 全村都赞他 对我 很大伤害 很多伤害 这些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有时人就要摆个面子出来给人看 跟太太相处很久 就变了很多奋恨 就不懂得相处 这些也会有的 有时 其实有时辅导会化解 为什么呢 辅导化解是什么呢 通常我都会问他 你觉得婚姻开不开心 痛不痛苦 如果你痛苦 你需要改变 改变 以后都开心 你跟太太一起开心 是否更加得福呢 譬如我跟太太是很开心的 我们什么时间一起都是开心的 这样呢 我们享受生命 亦都享受一齐侍奉 对不对 第八 不能够为对方祷告 即是觉得他太差了 我不能够说到他的名字 这些任何的表现 即是我们代表 我们的姚树是有限度 有时日直相对的人 是最难姚树的 夫妻真的有那种恩怨 有恩有怨 子女、父母 有时都很多记得他们的不好的东西 因为相处得多 所以更加需要处理 如果我们在家人的问题上 不饶恕人呢 心是很重的 好像有些石头一块块砍下来 还有炸一炸 魔鬼就进去了 邪灵就进去了 就被魔鬼留地步 为什么呢 会怒人 不饶恕 想他受害 想一些不好的东西发生 这些其实是神想的事情 就会被魔鬼留地步 所以我们知道 有这样的情况 一定需要处理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有讲到一件事 就讲到一个男人 她的太太有外遇 她的心很生气 她说重到不得了 这个故事到底是讲真 有讲一个比喻 我不知道 她就说 然后呢 有天使来跟她说话 她就跟天使说 为什么我这么重呢 天使说 因为你的心装了很多石 那你每次摇树它 一块石就会拿走 那你越摇树就越轻了 那它就真的做 真的轻了 真的 摇树人是很轻的 也不生气人是轻的 就是觉得 虽然人有问题 我接受人就有问题 正如我们也有问题 我们想起我们的罪 我们第一 就是 其实一直可以求神赦面 但是呢 就不要觉得 我未再求神赦面 神不赦面 其实神已经赦面 我们曾经悔改 神已经赦面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说 我知道这个罪不好 我憎恨这个罪 我憎恨这个罪 我要离开这个罪 这个很重要 悔改不只是知罪 不只是求神赦面 是我憎恨这个罪 我生气的人 我憎恨这个罪 我要离开这个罪 所以我们想到 我们有不饶恕人 有对人的恶毒 对人不好的心 我们就求神赦面我们 并且我们 憎恨这个罪 虽然他不好 他有问题 但我不去继续生气他 我放下这东西 我去祝福他 我去改变 由咒座变为祝福 这样呢 我们就成长了 好了 那我们想要说 我们首先学神是怎样 其实呢 我有个教导叫 《法阳神属性查经法》 或者就这样叫 《神属性查经法》 那我本书呢 我今天也没有拿到来 否则送给新来的人 那就是《轻松得性》 不过我们有方法可以给到你们的 《轻松得性》这本书呢 里面有讲到 就是神属性 用神的本性 和祂的恩典来 推动我们改变 即是什么时候都是的 神叫我们做的事 祂自己做了 除了悔改 神是不需要悔改之外 神是做的 即使耶稣都敬拜天父 神是祂做了 祂吩咐我们做的事 那我们就 即是说我们在神面前 经常都想起 神是怎样的本性 鼓励我们学神的样式 我们越似神 我们的改变就越大 在《马太十一章二十九节》 耶稣说的说话 其实真的没有人能够说的 我心里柔和谦卑 如果有人说我很谦卑 有人这样说过 我是全世界最谦卑的人 这个人已经不谦卑 因为他不知道 有些地方是骄傲的地方 但耶稣能够说 我柔和 又谦卑 我很温柔 我又谦卑 为什么谦卑呢 他会愿意服侍那些 不听他说 抵挡他的人 其实我们个个都抵挡过耶稣 但耶稣依然很柔和 很谦卑服侍我们 你愿意柔和谦卑地 为你那些伤害你的人 去服侍他呢 他有病 你去探他 你去帮助他 这件事挺难的 如果他曾经 伤害到你不得了 伤害到你 家破人亡 到这个程度 你能不能够 我听到他很苦难 我去祝福他 帮他 这件事真的很难 但耶稣 他真是为那些 听他的人祈祷 他真是祝福那些 不听他说的人 他说 我心里柔和欠给你 当负我厄 学我的样式 就是 负耶稣的厄 我们侍奉 是侍奉 是耶稣的侍奉 学耶稣的样式 这样你的心里 就必得享安息 你的灵魂 你的灵魂原文 你的灵魂 就会享受到安息 在你里面 平安兴散 侍奉神 学耶稣的样式 是什么呢 学祂的平安兴散 学祂的爱心 学祂的喜乐 这样 联敏的心 你的心就会平稳安静 因为我的厄是容易 我单是兴散的 负耶稣的厄是容易的 尤其是 学耶稣的样式 是容易的 因为耶稣帮我们 耶稣和我们一起 侍奉也是的 侍奉是越困难的 如果我们侍奉的时候 想帮人信耶稣 但是他心很急很猛 整天他都不信耶稣 那就很重 但是我说 我做了应该做 神就欢喜了 这一点很重要的 虽然他不信 但我做了应该做的 神就记念 耶稣说到 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得上赐 就算这个小子没有很大改变 神没有说到 你给一杯凉水的人 变得很爱神 我就会上赐你 他不是一定要爱神 是你做了 你应该做的 神就上赐 这样我们侍奉就轻散了 我有做到 我有传了福音 当然你不会说 我传了 他死他死了 他落你了 他死了 我们的心不会这么想 而是我也很挂念 但是我不能够背着 尤其是最多人背着是谁 背着家人 有很多人背着子女 他不肯信耶稣 很重很重 永远都不开心 反而没有力量 也更加猛烈 对他很猛烈 但反而我们说 他虽然是困难 但是我去遥恕他 祝福他 轻松对他 反而改变了家人 因为很多人对子女 就经常见他们 哎呀 你真是不听话了 越是这样 他不喜欢见到你 但是我依然接纳他 他觉得奇怪 为什么我这么孽 你都对我这么好呢 当然我们不是告诉他 你孽是不重要的 我们告诉他 孽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告诉他 我依然关心你 爱你 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厄是容易 简直轻散 轻轻松松 所以我们学耶稣那种柔和 谦卑去祝福人烈 要书人 而且圣经说到神 耶稣是怎样的 祂被骂不还口 真的很厉害 被人骂 祂不还口 我们很难做到这一天 我相信我们个个都曾经被骂是还口 有时可能不还口 不过总有还口的时候 受害不雪威嚇的话 其实耶稣可以跟他们这么说 你忍住 你将来落十八层地獄 你落到最深那一层 耶稣不是这么说的 他反而为他们祈祷 他将自己交托那 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这个就是神那种美善 神那种瑶恕 其实想回神瑶恕 我们多少次 我们就说神你真是美善 就鼓励我们去遥恕别人了 耶稣会说 付阿赦面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因为他真是心里的怜悯 他知道 他明白人是很惨的 其实人是惨的 因为人是有罪捆绑 所以他怜悯人 他会说付阿赦面他们 哇 钉十字架是很痛苦的 因为我看过那些影片 有些影片是不会拍他钉的 那一刻 也有照片在网上 那口钉放在手上 徐仔 哇 你看到你已经害怕了 你看到他心寒了 我看过那个影片 他一钉下去的时候 耶稣叫的声音 也是很凄厉的 因为他也是人 他也是人 他一样是很痛的 他不是说不痛 他是承受那个痛苦的 但他上了十字架之后 你想想想 第一就是手、脚钉穿 其实手钉穿也是很痛的 脚钉穿也是很痛的 因为脚是钉穿的 脚骨 真的很痛 然后跟着呢 先把十字架 动到洞里 这个动到洞里 也是很痛的 你想想 有个洞 你想想 把它吊在那里 这里上去 已经是 手钉着脚这样 弄它上去 然后呢 将它 一声 掉到洞里 你想想 那一刻 挺痛的 但耶稣上了十字架 之后 他就说 赴啊赦免他们 他有这个怜悯的心 他都知道人的罪性 他看到人 他知道他的罪性 他知道其实他被罪捆绑 被魔鬼捆绑 是很凄凉的 很惨的 耶稣就是 我真是真心为他们祈祷 赴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不得 当然耶稣有心赦免 和耶稣的十字架 其实已经为了所有的人 包括祭司长 包括犹大的罪 都有辅助 不过他们没有 相信耶稣 而接受这个救恩 就是耶稣为他死了 不过他没有领受这个礼物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领受这个礼物 并一学耶稣的样子 我们看到耶稣 他真的是祝福人 譬如那个行人时被捉的妇人 他说有没有人认你的罪 他说没有 他说我都不认你的罪 耶稣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犯了罪 不敢祈祷 神啊 他不敢 哎呀很丑怪 不行 还是要躲起来睡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犯了罪 不敢祈祷 因为觉得很丑怪 但其实耶稣那时候 是很想我们 来到他面前 因为这样我们才得力 有很多人犯了罪 就不敢祈祷 有些不敢回教会 不领圣餐 他说今天我不能领圣餐 因为我今天罵了人 我不可以领圣餐 那我们罵了人 我们就悔改 求神卸面 就不要说我犯很大罪 所以我不能够领圣餐 我们领圣餐 就是领受耶稣的恩典 耶稣的卸罪 所以我们越大罪 我们就是神 我真的犯了很大的罪 求祢卸面我 这个行淫是被触的妇人 耶稣 没有去即时指责他 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要知罪 他就说 我都不定你的罪 就是看到耶稣那种本性 耶稣对彼得 他跟他说 在钉十字架之前 他说 撒旦想要塞你们 就像塞麦子一样 不过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坚固你的弟兄 那这个要告诉我们 耶稣明知他会钉十字架 耶稣也会否认耶稣 他会钉十字架 彼得会否认耶稣 耶稣也有跟他说 鸡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但是耶稣没有捉住彼得的耳朵 扭耳朵 我教过你多少次 我教了你多少东西 你一会否认我 你快点知罪 耶稣没有这样 他只是用什么 用恩典推动他 就是说 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我为你祈祷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还有接纳他说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就是我会 我接纳你 你坚固你的弟兄 但是耶稣会不会指出人的罪 会的 耶稣会的 不过指出人的罪的时候 他也会被人有卸罪的恩典 譬如 耶稣有指责门徒小信 但是接着他说 什么呢 小信的人 你们有信心罪 一颗戒菜众都能够移山 所以耶稣不是不指出人的罪 他指出法力错人的罪 但是他指出法力错人的罪 是非常严厉 因为他们不肯悔改 但是那些门徒 你发觉他指出他的罪的时候 他即时给他有应许和赦罪的权并 和祝福 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鼓励 神主要是用恩典推动我们 但是我们也有律法的提醒 但不是那些律法为主 应该是恩典为主 每天都说 神这么好 我就听从神 遵从神 我就去饶恕人 我去祝福人 就不是说 我不饶恕就落地獄了 不行了 死了 我还是要饶恕 这样是勉强饶恕 而是说神这么好 赦免我这么多罪 所以我就乐意去饶恕 我希望大家都会给神的恩典 神这么爱我 我就去乐意去祝福人 去饶恕人 去饶恕人 好了 接着就是神吩咐我们饶恕人 就是说到欠一千万两银子 耶稣我这个比喻是很特别的 这个人欠了一千万两银子 后来主人就说要卖他 全监全部卖他 还这个债 但是他求主人 主人就肯饶恕他 放了他一家人 谁知道后来他出去门口 看到一个人欠他十两银子 他就捉了他 要他还 他还不到 他就捉了他去坐牢 于是那些人就看到 就很不开心 就告诉主人 主人就捉他回来 要他去服营了 这个比喻 耶稣其实是说这个意思 是应用在我们身上的 为什么用一千万两银子 和十两银子的比较呢 原因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得罪神是每天都有 为什么每天都有呢 因为凡是不能够完全遵从神 没有尽心爱神 没有爱人如己 已经是得罪 已经是犯罪的了 就是我们在平日的生活 没有荣耀神 没有充满神的平安喜乐 爱心 你不是每天都是平安喜乐 充满爱心 对人都是爱人如己 爱人爱得像爱自己 你是不是每天都是这样呢 其实我们不是的 我们其实是 根本我们是人的罪的缘故 我们是做不到尽心的 你是不是尽心爱神呢 就是说 神啊我真是爱到你发烧的 神啊你真是最好最好 我真是这样击你 我真是全的生命给你 有什么机会我祝福人 我都祝福人的了 我整天都要荣耀你 你是不是这样尽心爱神呢 我想很少很少很少 所以我们根本是 时时都是有罪 这种罪呢 就是做得不够完美的罪 在希腊文原文 有个字叫 Harmatia 就是射箭 射不正的红心就是Harmatia Harmatia 就是说射不正的红心 做不到应该要做的就是罪 不过圣经也有说到 故意犯罪 这件事是另一件事 他这么坏 我真的要骂到他死 我真的要骂到他 我真的要对他有愤怒 我真的要做些事情 罚回他 罚他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不过愤怒就是一个问题 譬如有些人打儿子 教导他 让他知道要受惩罚 你告诉他 你应不应该受罚 应该 伸一手出来 打手板 譬如说 或者站在那里佛企 或者今晚不准吃 你最终吃的那样东西 譬如这样 但有些人打儿子 又如何呢 将他所有的冤仇 包括对老公的冤仇 全部都要打到 那个儿子的屁股身上 有时有些是这样的 因为他的愤怒 其实我们 就是说 我们人 总是有很多罪 总是有很多的罪 我们也有很多的愤恨 很多的不饶恕 所以我们数回我们一生人 所犯的罪 哇 真是天天都有的 即是每一天 我们能够说 我们没有罪 为什么呢 我们每一天 每一分钟能够说 我们尽心爱神 所以我鼓励大家 每一天都在尽心爱神 多谢天父 神你真是好 整天见到什么都感谢神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说到感谢神 我告诉你 外面有几只燕子 他有时会站在电线上 你未必经常见到他这样的 他站在电线上 你未必经常见到他这样的 他站在电线上 他站在那里等妈妈 或者爸爸来喂他 我又发觉一个很奇怪的 燕子站在那里 他有不同的燕子喂他 好像大家一起 繁物功用那样 其他燕子 爸爸来都喂他 如果你看到有 他站在那里 你有耐性地等下去 那他看到父母来 他就很兴奋 很兴奋 有些帖子 本来拖开 然后他很兴奋 看到他有些道路 这都是神的爱 我们从小事解到的是神的爱 神创造他们的时候 都将这种父母的爱赐给他们 很自动会为他们的子女 也都给子女有那种兴奋回应 神就给我们很多无限的一年 但是我们欠神是一千万 其实是亿亿亿万 是无限量的 但是人家欠我们 为什么是十两呢 因为他不是每天都得罪我们 曾经得罪我们 比例上 他们得罪我们的程度 不及于我们得罪神的程度 这么大 所以神赦免我们这么多罪 我们这么大的罪 这么多的罪 本来应该落地獄的 神都没有叫我们落地獄 人家得罪我们的次数少这么多 我们不能够遥述他 所以神就说 你坏人有罪 你自己都有罪 你在哪件事坏人有罪 你哪件事就有罪 其实我们有哪条界面 我们说我们做得完美的 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我们真的要学 知道 最后一句很重要的 三十五节我们一起读 你们各人 若不从心里 遥述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代理 不从心里 真心 所以说到遥述是真心 从心里 真心的遥述 天父都要这样代理 就是你不断以遥述 都可以有一个后果 圣经也很清楚说 你遥述人的过犯 天父也遥述你的过犯 你不遥述人的过犯 天父也不遥述你们的过犯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我们是信靠耶稣得救 但信靠耶稣必定有果子 其中的果子就是遥述 圣灵会吹逼我们的 提醒我们的 大家有没有圣灵的感动 提醒我们 你遥述你的丈夫 你的太太 你的子女 你的父母 但我们的心 周时会抗拒圣灵 拒绝圣灵的感动 但圣经感动我们 我们就 求主帮助我们 真心的悔改神 他在心里说 我有不遥述人 我求主赦免我 叫我知道 我不遥述人 可以导致 显示我们的信心有问题 信心是死的 基督徒有时候会这样 初信耶稣是热切一点的 信信信信越来 有些人真的僵化 怎样僵化呢 那人这么坏 真是要骂到他死 真是要奏他 真是要说闲话 觉得个个都是这样的 所以就慢慢变了 好像犯罪没什么感觉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有这个知罪的心 就知道 我们不要失去对罪的敏感 我们有犯罪的时候 我们就求主赦免我们 并且真心离开这些罪 圣经也说到 我们要慈悲 特别我们预计了黑色的地方 不要论断人 你就不被论断 因为怎样论断人 怎样定人的罪 神就怎样定你的罪 我们怎样定人的罪 譬如你这样骂人 你发脾气 那我们有没有发脾气呢 我们定罪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是说我知道他有这个罪 而是我们会说 你真是坏了 你真是没有希望了 或者我很不喜欢你 因为你的罪 我很不喜欢你 这个就是定罪了 我知道他有罪 不代表我很不喜欢他 或者很拒绝他 这个就是不饶恕了 好了 接着就说到 我们饶恕人 祝福人 不要论断人 神就会祝福我们了 你们给人 其实原文是只给的而已 Give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你给神和给人 不过后面一定包括人 因为为什么呢 你们怎样用什么粮气 粮吸人 所以是包括对人的 内容是包括对人的 不是只是给神 不是只是奉献 是如何给人 神用什么粮气 给你 神给你 是十足的星斗 庆祝十足的 连遥带岸 像一些谷子 一路遥 一直按了 上尖下流 捨滿了 留下來的 倒在你的壞女 所以我們善待人 尤其是那些虧待我們的人 得罪我們的人 神更加喜悅 因為祂說 你善待對你好的人 有什麼長處呢 因為惡人也是這樣做 但你善待對你不好的人 神就要祝福你 神就喜悅你 並且這是榮耀神的 人們會看到 哇 基督徒真的好 我明明得罪他 他也是對我好 那他就會被感動去改變 曾經我聽說過 在韓國有人傳道 而這個傳道的人 初期韓國當時沒有 基督教好像現在那麼強盛 在初期的時候 他的兒子居然被殺了 但他向法庭求法庭 向法庭的法官說 我請求你容許這個殺人犯 放了他 我不追究 我會照顧他 那些人都覺得很驚訝 而且這個殺人犯 覺得沒有搞錯 你是不是想陷害我 把我捉在家裡 每天打我呢 但怎知道他真的對他好 後來這個人 就成為一個復興的牧師 在韓國 原來有很多時候 這個復興都是因為人的饒舌帶來的 我們又看看約室饒舌他哥哥的榜樣 就是他哥哥出賣他 其實是很大的傷害 我想我們都沒試過被人出賣 但是後來他們跟約室說 他們說謊 他說你爸爸還沒死之前 就跟我們說 叫約室善待他 他怕著爸爸死了 約室會對他們不好 他就跟他說 爸爸跟我們說 我告訴你 善待我 但是約室跟他說你不用怕 我怎能夠代替神呢 從事你的意思是要害我 他知道他害了他 他不是不知道事情 他知道 他這樣說出來 並不代表他論斷他 他只是說出事實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 要保存很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所以你不用怕 我會養活你們 跟你們的子女、妻子 並且約室用親愛的話 安慰他們 我們看到他 他真的完全遙恕他們 用親愛的話安慰他們 這就是一個高度的遙恕 不只是給他吃 而是善待他 就不像給狗吃 吃吧 吃吧 而是善待他 用很多親愛的話安慰他 我問大家 你有沒有用親愛的話 安慰你的丈夫、太太 和子女、父母呢 有沒有說親愛的話 令他覺得舒服呢 這就是高度的遙恕 最後說最重要的 如何遙恕人 首先有動力遙恕人 為什麼有動力遙恕人 第一 神社廟這麼多罪 好像一千萬兩人 這麼多罪 所以我應該遙恕人 第二 聖靈會感動我們遙恕人 第三 親近神會給我們力量遙恕 越親近神 你不想生氣人 你要讚美神 你一直讚美神的時候 為一個人祈禱 你不想去不遙恕他 第四 神給這麼大的恩典 給回我們的損失的東西 也會給回我們 即是說 就算祂令到你失去很多錢也好 但其實神還給回我們的 你數回我們有的恩典 我們就感謝神 我們願意遙恕他 而不遙恕人是痛苦的 是辛苦的 第六 不遙恕會叫做天父不遙恕 哇 那件事更嚴重更慘 落地獄 慘得不得了 第七 看出對方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傷害我們的人 他受過很多傷害 我們看出他 所以我們看出他就會遙恕他 其實那些容易罵人的人 是被人從小到大罵很多的 你這樣想的其實很慘的 他一輩子都不開心的 而你善待他 是會改變他的人生觀 因為他以往的人生觀 就是覺得父母又打我 周圍的人又罵我 對我不好 所以我覺得人生是很痛苦的 人都是壞人的 怎知道他認識到你 他對你不好 你依然對他好 又請他吃東西 他說為什麼這個人對我這麼好 他就開始改變了 所以看出傷害人的人 越是喜歡傷害的人 其實受過很多傷害 所以他的生命有這麼多問題 第八 饒恕和祝福人會提升自己的生命 因為我越平安起落 我的生命越高的層次 越進入神的奇妙計劃 神越大大使用你 這就是德性了 而且很重要的是 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 發出善來 就是他心裡裝滿神的良善 時時去祝福人 我感謝神給我這個心 經常祝福人 我在網上有很多影片 你找葉牧師 看到很多影片 有很多人找我 這個禮拜也有幾個人找我 不是每個禮拜也有這麼多人 我就去探病 去為他們祈禱 又用時間去約他們 這也是神給我的心 很想祝福 我不是想我做一個神給我賞賜多少 今次又做了一個 神啊我這個月做了幾個 麻煩你賞賜 我又不是這麼想 但是神是會賞賜 我想是甚麼呢 其實祂很慘的 我祝福祂 祂是很開心的 我幫助祂是很開心的 其中有一個人 她說到她的丈夫有病的時候 在醫院很嚴重 我說我稍後來探望 她立刻哭 她真的覺得很感動 神給我很多禮物 我也很想祝福 我去到跟祂很長時間去祈禱 這個都是神 希望神都給我們這種善良的心 我這個完全不是誇業 我只是神在我生命做功 讓我有這個改變 大家都有這個神在我生命做功 我們就給神改變 我們又不誇業 其實我經常都這樣跟別人說 我說其實我是不配的 我犯過很多罪 但是神赏免我 改變我 我多謝天父給我的機會 能夠去侍奉神 是禮物來的 多謝天父 我希望大家都會想回我們的罪 我們就是神 我犯過很多罪 我不配的 但是神現在給我的機會 我就樂意去做 做得越多 越祝福多人越好 那心態有這個心 你善 在你裏面藏著善 你自然就會對人善良 但是你的心裏面藏著善良 萬一這麼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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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老公真是壞了 老婆又壞了 那些子女又不聽話 哎呀父母以前又罵我又打我 哎呀 每個人都不好的 你看這個社會又不好的 他們又砍人又這樣那樣 哇這個世界都是不好的 什麼都不好的 哎呀 你藏著這些惡 你的心自然會有很多憤怒 其實這樣你就很難遙書人了 所以這些不好的東西 垃圾不好吃 是吧 不要吃垃圾 你會不會有空去垃圾桶 拆掉 有沒有那些垃圾 吃啊 會不會 你不會 你不會 但是人專門吃那些 不好的思想 其實很毒的那些 還讀過那些垃圾 不過有些人反覆思想 還要想幾千次 想老公怎麽壞了 想了幾千次 其實 唉 你明白他 他也受了很多傷害 他有很多東西未化解 那你說我也有很多傷害 他又不想我的傷害 我總是想 他好妻娘 我善待他 有神又卸臉我 那你善待他 可能又善待你 那你就大家都開心了 是吧 你不善待他 他又不善待你 那大家一起受苦受苦到 哇 一世受苦受苦到離世 你說慘不慘 你想想是這樣的 一世受苦受苦到離世 那其實不值得 是吧 好了 OK 這就是先所我講的 這就是 饒舌的動力 就是我們 如何饒舌人 就是想回神如何 射滅我們這麽多 所以我們就從心裏 最重要的是從心裏遙恕他 因為從心裏看出他 好了 那我現在解釋一下遙恕這件事 有些人對於遙恕不明白 於是他就覺得他這麽壞 怎可以遙恕 很不值得 首先第一點 遙恕不是說他沒有罪 也不是說他沒有問題 這一點我們要清楚 他是有問題有罪 他真的做錯 我不是不承認這件事 不過你不用每天跟他講這一點 你不用每天跟他講 不過我知道他有做錯 遙恕不是說他沒有事 他是有事 遙恕是說什麼 我願意放手 我不願意不追究 在他心中不追究 我願意放手 第三 遙恕是說 我願意接立和遙恕他 我接立他 我願意善待他 第四 我接受他曾經受傷害 所以會傷害人 我就明白他為何會傷害人 和看出他 我接受他 所以我接受他受傷害 所以我會遙恕他 第五 是告訴他 我盡量和他和睦 我盡量和睦 以善性惡 有時候有些人是 遙恕了不會和睦 為甚麼 是他不肯和睦 真的有這樣的人 我相信也有 我自己也有這樣的人 他真的對我不好 但我跟他說好的話 但他沒有接受 他不接受他的問題 但不代表我們可以做好朋友 他不願意做不到好朋友 所以這不是一定的 不過如果是夫妻就不同了 第六點我先說 第五點就是 盡量和睦 他願意的話 但始終我和睦 他不和睦也好 我也和睦 第六 就不一定要和睦也合作 譬如為甚麼呢 譬如一起侍奉 但這個人 原來生命有很多問題 我也要遙恕他 和幫他處理生命 但他可能不適合侍奉 所以我們不一定要和他合作 或者你做生意 和一隻伙伴 發覺原來他騙錢 我們也要遙恕他 但不代表以後適合和他合作 即是說遙恕不一定合作 但如果他真的改變 我們可以和他合作 這一點是根據這個人的情況 第七 但對配偶又不同了 我們盡量和解愛他和善待他 因為妻子丈夫 我們就不能夠離開他 因為這是聖經所說的 除非他犯奸淫 犯奸淫是可以分開 但不一定要分開 他肯悔改 你一樣可以在一起 他不肯悔改 他不肯悔改 一定要經常要有一個兒子 你可以自由分開 但如果他做過很多錯事 我們依然是不離不棄 除非他犯奸淫 而他不肯離開罪 如果他肯離開罪 我們都應該去接立他 不過如果真的 有人說他犯了奸淫 雖然他想和我好 我也不接立做夫妻 他可以有這個權利 不過他沒有權利不搖說 我再說一次 他犯了奸淫 但是他依然有一個兒子 或者他沒有一個兒子 他犯了奸淫 好了 他請我們搖說 我們都一樣搖說他 不過是否跟他在一起 那個人依然有這個自由 不過如果有一個基督的愛心 是應該跟他在一起的 如果他犯了奸淫 不一定需要跟他在一起 不過是跟他在一起是更加好的 這個是更加有愛心的 我亦都說了一點 搖說有程度 因為為什麼呢 有時候有些人說我搖說了 但其實還沒有真的搖說 我上過一個圖 搖說就好像在鎖鏈上 那些鐵絲網圍住了 出不來 是被捆鎖的 淺程度的搖說是什麼呢 僅僅能夠不爭他 即是不爭他 即是以前爭到他死了 現在不爭他 不爭他不代表高度搖說 第二 都可以打招呼 這個都算好 不會挖他 避開他 第三 在祈禱中可以搖說他 祝福他 有些人說這樣已經很高了 第四 可以跟對方溫和對話 看到他 雖然他對你不好 都依然 陰聲細氣 善良地跟他說話 好像約失同他的哥哥 用很多安慰的說話 安慰他們 這個就是溫和對話 第五 真心善待他 真的會送禮物給他 真的會幫他 他有需要真的幫他 這個真是搖說 才能夠有這種愛心 第六 可以欣賞他的長處 可能有時候有人肯幫他 不過他做得好事 讚他真的不行 不能夠讚他 讚他 讚壞了 你能夠讚你的丈夫和太太嗎 很難讚他 這麼壞 這麼多地方很壞 很難讚 很難讚 都是有不搖說的成份 有人在這裡 好了 第七 可以跟對方合作 在乎他想想 適合合作 譬如他真的適合合作 可以跟他合作 下面我寫的字 遙書越透徹 釋放就越大 越少遙書 這個重淡就越重 有些人說遙書 不過其實心裡都是藝藝悶悶 經常想回他的事情 或者看到他就不開心 其實他不是真的遙書 他不遙書的時候 後果是甚麼 心裡都是很重 而且神的喜悅 依然不是很高 而且也會阻礙跟神的關係 所以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 真心的遙書 這個章子是非常重要的 即是怎樣的 高度的遙書 也是神喜悅的遙書 是整個生命的提升 這樣的時候 神是很歡喜 神是會祝福賞賜的 都希望大家 能夠進入這個高度的遙書 遙書 這個《德性五部曲》 在我本書裡也有說到的 就是這個《德性五部曲》 就是怎樣能夠 全面性 處理我們的生命 第一就是留意 這個《德性五部曲》 處理罪 很多問題都可以 留意到我不遙書 深信有破壞性 這一點很重要 為甚麼很多人不肯遙書人 因為他覺得不遙書也無所謂 但聖經是告訴他 不遙書可以招致神遙書我們 以及造成我們生命的破壞 讓魔鬼留地步 又用聖經的觀念處理 神赦免我這麼多的罪 神吩咐我們去遙書人 是很重要的 總之任何行動 都有聖經的吩咐 第四就是祈禱求神赦免和給我力量 神赦免我 我生氣他 我不遙書他 求祝於赦免和給我力量 第五是選擇 遙書人是需要很多動作的 需要想回神如何赦免我們很多的罪 想回自己多少罪 想回我們得罪神多少 想回這個人得罪我們 其實不是那麼多次數 就算他有很多次數都好 其實都不及於我們得罪神的地方 想著對方都受了很多傷害 所以我就看述和遙書他 總之用各樣的方法 刻意處理 這個《德性五號曲》就說 我刻意 我心裏面有任何不好的意念 我都刻意靠著耶稣去處理 化解裏面的憂傷、憤怒、不遙書、怨恨 想人受害這些意念 我們都求主赦免我們 讓我們整個生命能夠全心全意去遙書人 而且真的遙書就放下了 那天你做過什麼? 那天你做過什麼? 你想過對我有什麼不好? 而我們不遙書是不會幫他改的 我們遙書人就能夠改變 這個時候我邀請大家去反思一下 我們有沒有人是未曾遙書的呢? 或者遙書只是遙書一個程度 一直遙書 不過經常都說他的壞事 一吵架就說出來 你上次有什麼什麼什麼 你以前都是什麼什麼 做來做去都是這樣 我們不能夠真心地遙書 那你說他真的經常都是做來做去都是這樣 但是我們越跟他說 他越不能夠改變 你有沒有試過有人跟你說 譬如他經常都數你那些不好的東西 你那時候又發生氣 那次又鬧仔又打仔 又對人不好 那你經常都是個人這麼猛烈 如果有人喜歡用這個整日 你聽到會怎樣? 耳朵會覺得怎樣? 很硬耳 很硬耳 不過我們又喜歡跟別人說 整日的 你整日都是這樣 你整日都是這樣 那我們就求主射免我們 潔淨我們的內心 我們在神面前去 我想請大家一起站起來 放鬆的人 在神面前 耶穌說求你射免我的罪 因為我不如恕人 我又得罪人多次 我們有時候看到人的不好 不過我們就看不到自己的醜怪 我們很多地方很醜怪 很多地方得罪人 我們沒有想到 求主射免我們 求主潔淨我們的靈魂 賜給我們悔改的心 給大家一陣子安靜的時間去脈土 然後我用詩歌 帶領大家 在神面前悔改 賜給我們平安的心 謝謝千父的大恩大安 謝謝耶穌的大恩大愛心 你赦免我們這麼多的罪 耶穌,我們謝謝賜給你 謝謝賜給你 謝謝賜給你 謝謝大家 謝謝賜給我 謝謝還有各位 请我吹 吹雪更白 雪更白 饮素 神不愧 对不血 人不血 我得意见 人不血 我得重生 人你代替我死 成全那教宋的牵制 成全那教宋的牵制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赏灭我们这么多的罪 多谢耶稣洗净我们这么多的罪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真心去遥恕人 真心去悔改 真心想到我们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就求主赦免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遥恕我们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主耶稣的大恩 我们在这一刻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开声去祷告神 求祢帮助我们去祝福 这个我很难接受的人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求主赦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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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赦免我们的力量 求主赦免我们的力量 帮助我们 想到我们得罪神很多 很多 这些人得罪我们的地方 其实也不算这么多 但我们得罪人的次数 得罪神的次数是很多 神赦免我们这么多的罪 我们本来佩洛去地狱 但是神赦免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去遥述 尤其我们的丈夫 我们的太太 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父母 最亲近的人 或者有些人 我们想起来 都觉得很难遥述他们 求主帮助我们 全心全意去遥述他们 去祝福他们 为他们祷告 帮助我们有一个 祝福他们的心 欣赏他们的心 道歉听福 道歉去耶稣的爱 洲联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